同学们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ABCD跟DEFG这两个都是正方形 那么C点跟E点呢,在同一条直线上 BJ跟FL均垂直直线C 那么J点跟L点都是垂直 我们要求BJ的长度加上FL的长度 首先我们做DK垂直直线C 垂直是K点 并假设BJ的长度是X FL的长度是Y 接下来,这两个三角形的角 都是1跟2 为什么呢?因为角1加角2是90度 那么再加上正方形ABCD的内角是90度 所以这个角就是角DCK就会变成角1了 因为角1加角2是90度 那么很自然的角CDK就会变成角2了 再来,另外一边这两个三角形也是相同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角KD1把它叫做角3 把角D1K把它叫做角4的话 那么角3加角4呢就会是90度 再加上DEFG是正方形内角是90度 所以角FEL就会变成角3 角3加角4是90度 那么很自然的角EFL就会变成角4 由AAS全整性质可以知道 三角形BJC会全等于三角形CKD 那么因为对应边会等长 所以呢,CK的长度会跟BJ一样,都是X 相同的,根据AAS全等性质 三角形DKE会全等于三角形ELF 全等之后,对应变会等长 就可以得到KE的长度,会等于FL的长度,都是Y 那么因为BJ跟FL,S加Y的长度 就会跑到了CK加KE的长度 那么由图之,S加Y可以看得出来是7 因为搭设计坛,割逐线才能的 就会给予设计坛